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我感觉男方平时也比较低调 不像是为了炒作绯闻故意安排的 感觉跑到微博下面这样骂 有点欠妥 别有些营销号看到了 又得说 咱们小猴子的粉丝太疯狂之类的 此事件后 杨子的又一个话题出现了 杨子饰演的林之笑 他在剧中的一些表现成为反面案例 登陆中央电视台的普法栏目新闻纵横 林之笑用手机偷偷拍摄医院看诊前台附近病例 涉嫌侵权 侵犯病人的隐私权 病人的病情只有家属有权知道 外人一概不需要知道 这种偷拍行为是通过违法途径获取医院病人资料 如果叫真的故为追究起来的话 林之笑真的跑不了 毕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要为患者的隐私负责 随后 乔欣评论称 多发自拍少发菜 你的自拍就是美味 杨子回复道 你这个女人你再这样说话 会让我越来越沦陷 可见两人的关系好到没话说啊 还有网友表示 老公突然出现 一看到你整个人心情都好了 如此清爽白衣少年真帅 哥哥 我好想你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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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